女人妖娆地躺在床上 撩人的双腿不断地挑拨身旁的男人 小玲试探性地询问 但对方的回答却让她意外 李森不仅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 还提议立马回老家见小玲的父母 天真的小玲被这样的爱情感动 她的老家在四川农村 不到十岁就独自一人外出打工 在深圳与装修工人李森相识相爱 在得到男人的承诺后 她更是天真的以为自己会有她相守一生 很快两人一起回到了乡下 一辈子活在大山里的父母 看到女儿带回来的香港金龟婿十分欢喜 好吃好喝的招待 期间爸爸问起了李森的工作 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装修工人 然而要面子的小玲却夸 Shorts时常有限 订阅我 不迷路 评论区置顶链接观看完整版